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我们再了解 我出了这对象 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空姐 出空姐好啊 因为不粘人 一年到头来也看不着一次 这样来讲太好了 所以说就选择分了 听说台上又有空姐 这回不打算再找了 只好彭玉 你总说找一个炫酷的 刺激一点的 你能告诉我这是啥感觉吗 是要飞吗 说了这么多 也不知道有多少喜欢我这款的 我掐指一算 跟着我肯定会幸福的 不信走着瞧 十号 冯玉 你好 小伙 我想问一下 你理解的酷炫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不懂什么酷炫 真的 不懂 我今天这样想问问你 什么是真正的在那种酷炫 那你看他不懂你这个酷炫 你给他解释解释 酷炫字面上的理解 前为潮流定类 在我理解不一样 我一定要做一个酷炫的人 不要听大人经验 就去人生的路自己去走 我想做我这个时代标杆 不去看别人 专心看自己脚下的路 做自己的事 没有无所事事人生 只有无所事的人生态度 精神匮乏 换一万种地方 一万种生活方式 也是雷同 我一定要酷炫到了 好 非常好 但是我讲的就是一点说 你假如想找一个对象 也是那么特别酷炫的 那完了 你俩就天天在家酷炫了 然后等酷炫到最后了以后 那谁去赚钱呢 我不能每天上班的时候 给你俩发个视频 一顿酷炫在单位 你理解了不对 不知道这种酷炫 两个人在一起 酷炫和赚钱不产生任何关系 你觉得我酷吗 我觉得你挺炫的 大家在节目当中看到的彭玉 就觉得是一个好像 很不成熟的一个酷炫的少女 彭玉在工作当中做得非常好 对 我昨天四点多才睡了觉 就一直在忙工作 他在银行上班 而且前一段时间还升职了 做了一个他们单位的一个小主管 就他在工作上是非常认真的 而且做得也非常出色 只不过他的这个人生态度 这个观点是做一个酷炫的人 但你刚才听他讲酷炫的 其实跟你的很多想法也是一样 只不过说法不一样而已 对 你会发现 对不对 人挺好 对 这样的酷炫姑娘 能入你的发眼部 都挺好的 都挺好 还没说完呢 我这么酷 还都挺好的 你要是说我的话 我这个 我本来就留灯这块 我觉得还行 我觉得还行 长得也挺帅的 还切的东西 切挺好的 起码我不会 这点我觉得挺酷的 这么一说完了 就坚定我的这个决定了 灭了 我真觉得 今天金方整 没了都 好好 我还记得还有呢 我也觉得应该会有 其实呢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第一是找对象 第二也是提升我自己 一个丰富度 因为站在这个舞台上 能磨练很多人 他的心性 他的脾气 他的沉稳度 而且还面临着 这么多的漂亮的姑娘 所以说压力很大 这也是对自己 一个修养 一种修炼吧 谢谢啊 谢谢啊 可能是像我的忙于事业 他时间很紧 23岁谈恋爱 正应该是一个 相互粘活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 他可能把更多的时间 留给自己的事业 对 留给两个人的未来 是不是 对 你是18岁就开始 做什么 我14岁从事餐饮行业 14岁就出来了 对18岁就成名了 那时候就已经包厨房了 在长春就已经包厨房了 18的时候就开始包厨房了 对 那么小人家能放心给你吗 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说我自己24 或者25 因为跟每个老板去谈 都不一样 因为他们不会把 五六万块钱的月薪 然后交给你一个人的手里 因为你的技术很高 但是他看着 他第一个看你是简历 所以说先出技术 去吸引他 打动他 然后再告诉他 我不是多大 多大 多大 我这个东西我才能调整 也都是被记忆的是不是 对 那你没办法 出类的也比较早 不如社会比较早 他们的那个 就是挺 他的思想挺成熟的 今天魅力全部都呈现出来了 可能你自己自身的魅力 不一定能全部 但我们最近哪能看到的 大男孩但是小甜味了 是不是 是的 我觉得这样的男孩 在东北是非常非常招勇气的 来 缘分天使送给你 加油 谢谢 谢谢